在這個裡面 它有一個是真的有作用的就是 雖然我們沒有mail server 但是它真的會寄信出去 最下面有一個叫 那個與我聯絡是哪一個 這個有沒有一個表單 你把它點進來 這真的它打了這些內容之後 會寄出去喔 那它透過哪裡寄出去 透過Mobilize這個網站 它會寄到你當初 就是你剛剛不是有 輸入你的email嗎 對不對 它會寄到那個信箱 那你說這個 這裡點進來 點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你可以選擇 有沒有 姓名、email、聯絡電話 這裡是欄位的名稱可以變中文 你看 姓名 有沒有可以打中文的喔 那要不要一定要填寫 這你可以自己決定 email不用了 電話 不需要 然後呢留言訊息好了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選擇 那如果留言成功的 謝謝他嘛 這樣就OK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子 把它發布出去或預覽 真的按下送出 你真的會收到信 因為它是透過那個 Mobilize這家公司的網站 把信件傳出去 這樣了解了齁 好